花蓮市中山路3號晚間 發生一起客車煞車不及的致狀事故 客車疑似因為車速過快 在道路上和有人跟車 結果過彎的時候 煞車不及失控撞毀路邊停放的箱形車 駕駛和副座乘客 因為安全氣囊爆裂導致輕傷 所幸事故沒有再波及更多的民眾 而至於叫市駕駛是不是有危險駕駛行為呢 還要由警方來進一步釐清 白色客車快速過彎 輪胎發出刺耳的巨響 花蓮市三號晚間一輛白色客車 疑似和前方車輛追逐遊戲 結果在過彎處剎車不及 撞上路邊的箱形車 客車當場安全氣囊爆裂 導致駕駛和副座乘客 傾桑送醫 我這邊轉彎兩台車 然後轉彎不及 撞到左邊 開始在玩手機 然後不知道什麼情況 然後突然就是轉彎的時候 就一致中了就對了 據了解 趙氏駕駛是職業軍人 晚間疑似和友人 在路上跟車追逐 沒想到過彎時 因為速度過快 傻車不及 撞上路邊停放的箱形車 撞擊力道之大 不僅將箱形車往前推進 造成車輛嚴重回損 還波及到前方另一部機車 是否真的在路上追逐還帶警方調查 把釐清 不過遠景也藉此呼籲 疫情趨緩之際 路上車輛增加 民眾出門要特別小心 更千萬不能漠視道路規定 影響行車安全 記者綜合報導